接著帶大家持續來關注這個彰化 深港鄉出車禍的三姐弟的身體狀況 三姐弟呢是在22號晚間過馬路的時候呢 遭到無罩的74歲相信男子給開車撞飛 其中10歲的姐姐跟9歲的妹妹 當場腦部重創 深度重度昏迷 到現在都還在搶救當中 而今天院方也出面說明了姐妹倆的最新狀況 目前昏迷指數仍然只有3 彰化先生港鄉三姐弟22日晚間過班馬線時 遭無罩的74歲小心男子開車撞飛 近日院方說明姐妹倆最新狀況 昏迷指數依舊是3 狀況與昨日相同 彰化家父中心主任王正光說明 由於三姐弟列為中低收入戶家庭 受到彰化家父中心輔助已經兩年了 孩子們都會積極參與中心所舉辦的客服 或是彩藝班 照片中可看出 姐妹倆在參與各式活動時 也都非常尊重樂在其中 好接下來看到這則新聞也是相當的震撼人心 因為這一名18歲的高中生呢 他24號上午8點的時候 在台鐵的板橋站看到一名76歲的婦人 因為站不穩而落軌了 他立即跳下去來救人 30秒後火車就進來了 首先兩個人都在安全地帶 有驚無險的逃過一劫 高中生見老父跌落鐵軌 而話不說英勇跳下去救人 這起驚悚意外發生在台鐵板橋站 日前這名 永平高中18歲的理性男學生 看見一名76歲的婦人沒有站穩 不小心從月台摔下軌道 他想都沒想便立刻跳下去救人 30秒後火車就進來了 索性李同學成功救援老父 兩人逃過一劫雙雙平安 對此永平高中表示很開心也很榮幸 品格教育有落實在學生身上 學務主任黃如明也指出 李同學平常上課認真為人也很客氣 不過也希望李同學多顧慮自己的安全 至於獎勵的部分 校方最後會給李同學一支小工作為獎勵 原警抵達現場 該婦人已由現場旅客先行帶至二軌與三軌中間 列車近站時司機員預防性煞停 會影響列車行車安全 警方調位監視器 排除外力影響 後續依違反鐵路法 含疑主管機關交通部鐵道局裁除 雖然說校方眼妮要對這名學生給技工獎勵 不過台鐵還是要呼籲大家 當你遇到類似的狀況的話 不要像這個高中生一樣立刻跳下去 因為很有可能自己也會遇到危險 當下的第一時間應該是要立刻來通知政務人員 他們不鼓勵自己跳下去救人以免發生危險 那其實大家看到這照片 其實台鐵一直以來都是沒有這種圍欄 像是台北捷運一樣會有一個柵欄 所以其實現在台鐵他們也正在眼妮說 是不是未來有設置這個月台門的可能性 那目前他們是預計說 將會在高雄車站先來試辦 可能在12月底前 大家在高雄搭台鐵的時候就會發現 高雄的這個台鐵車站 上面是這個有月台門的 就可以預防民眾會不小心掉下去了 避免危險了 沒有錯 接下來呢 同樣是跟交通相關的事故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台中市西屯區 在昨天下午發生了一起超貴的車禍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一台貴桑桑的車 就是有一名張姓男子 他就駕駛著要價1700萬元左右的麥拉倫 當時呢他是沿著台74線下閘道之後呢 他在執行車道是違規左轉 結果呢就跟另外一台在這個左轉的車道 要匯入環中路快車道的林志兩台車 直接當場護狀 不過警方後來表示 其實是這兩名駕駛都沒有依照標線行事 台中市西屯區26日下午發生一起超貴車禍 一名張姓男駕駛要價1700萬左右的麥拉倫 沿台74線下閘道後 在巨星車道違規左轉 越令台在左轉道 要匯入環中路快車道的林志戶狀 警方表示兩駕駛均為意標線行事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新北市板橋分局 一名潘姓遠景 執行的時候常常出狀況 取締還會挑釁民眾 也曾用過激的手段執法 逮捕一名走駕的民眾 卻以自己百公斤的體重 又臀部重壓在民眾的頸部 而今法院判處四個月的徒刑可一顆罰金 因為屢屢出狀況 板橋分局將他立即調離縣值外 並列為優先太除的名單 你趕快移動喔 你剛才可以給我一張 您剛已經說句簽收都全程錄影錄音了 你現在要移動嗎 問您最後一次 3 2 不是你單子不給我嗎 單子啊 你到底要怎樣呢 奇怪了 那這是您第二次違規 那你那單子給我 你不給我我怎麼弄呢 我問你 先生好 怎麼 我在等排隊啦 那還要走啦 可是不能邊開車邊用手機喔 我知道你剛剛有移動 可是你不能 一手拿著手機 然後一直有用方向盤 這樣是不對的喔 不是我要走了啦 先生你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好不好 你不知道喔 那你開啊 你決定你不知道喔 對啊 新北市板橋分局一名潘信警員 執勤時常出現狀況 取締還會挑釁民眾 讓民眾失去理智暴走吃上妨害公務官司 也曾用過機手段執法 曾因逮捕一名酒駕民眾 卻以自己上百公斤的體重 用臀部重壓在民眾頸部 還不斷來回摩擦 造成民眾臉部擦措傷 經法院裁定判刑確定後 賠償30萬元 今年1月份時 一名男子開車停在路旁打雙黃燈 等待停車隔時並查看手機 而潘源對其連續開出玩手機 並排停車罰單 發生爭執後 又以妨害公務將對方送辦 但今申訴後全部撤銷 潘信員警2月份又亂開酒駕單據 遭到分局督查組發現查辦 板橋分局長陳宇環強調 將秉持著不避縱 不掩飾態度調查此事 而分局已啟動調查 與筆錄製作完成後 將潘信員警依法移送 至新北地方檢查署偵辦 令潘源在執行本案 酒測取締過程 違反相關作業規定 又具不配合機關調查 板橋分局將於調查後 何宇寄過處分並調離限職 未來列入優先太除對象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桃園出現一名恐怖的女房客 他在陳竹的透天措內 飼養了數十隻的貓狗 不但常常被鄰居來 投訴貓狗的叫聲擾人 更因為租屋內堆積的大量的垃圾 散發了惡臭惹人厭 直到族約到期 女房東的孫女進屋查看 竟然發現屋內有數十具 被餓死的貓狗屍骨 由於李姓女子近兩三年來 屢屢致欠房租 房東雖然多次前往屋子找尋 都無法找到她 半年後聯絡上 李姓女子一樣無法償還房租 她已離愛住院或住在她處 沒有住在這間房子等藉口 拒絕房東孫女 鍾小姐查看屋內的狀況 而直到今年2月24號 足月到期後 在李姓女子同意下進入屋內 才發現屋內堆滿垃圾 而且有十幾隻的貓狗屍體 當天通報動保處帶回貓狗 桃園市府動保處表示 據四組表示都是餓死的 但因數量龐大 確切死因仍要進一步查證 以帶回幾乎風乾的貓狗屍體 送專業的單位解剖 而進一步確認是否有毒物的反應 同時在相關調查後 依違反動物保育法 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好 過年期間大家都會出遊 出遊其實有一個 蠻花錢的地方就是住宿了 沒錯 尤其是國內住宿的話 現在的國內住宿真的是蠻貴的 對 價格真的是不便宜 但是有一名新手爸爸他就透露 過年期間帶著寶寶去墾丁丸 要五天四夜 但是為了省錢 他就利用嬰兒床 30天內可退廢的機制 訂了新的嬰兒床 送到飯店來代收 而自己組裝 睡完四天後迅速退換 而貼完一出 立刻走到網友的炮轟 男網友在PTT母音版表示 廉價住宿真的很貴 沒有住親子飯店 省蠻多的錢 而價格一碗便宜2000元以上 等於四天足足省了8000元 最後圓寶厚著臉皮 向客服申請 不滿意退貨退款 更得意的笑稱 這滿讓我意外的 很阿薩利的全額退款 溫末還像版有喊話 如果大家帶寶寶出遊 需要省錢可以試試看這個方法 當然盡量避免廉價出門最好了 而文章曝光後 全場網友看傻回應 退款貨服務不是給你這樣用的 非常的惡質 這種道德瑕疵的事情 還要拿出來沾沾自喜的分享 不過也有人質疑 業配就算還推廣濫用退貨的機制 能詳出這種業配法也是滿奇葩的